頭長今天台股又創歷史新高 大家好開心喔 可是成交量爆黑K 4342億 頭長怎麼看呢 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今天我會歷史故事 歷史的過去來告訴你 這些事情似曾相識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今天節目一定要看 還有我告訴你 紅海的故事 還有很多股票 接下來該怎麼何去何從 這節目你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月6日 台股開盤15145點 中場收在14983點 跌16點 美國能源股大漲 台積電ADR引領晶片股強勢工漲 四大指數同步收高 那台股大盤今天開盤 氣勢如虹 早盤一度衝破歷史高點到15197點 隨後多空伯火對決 高低差距有360點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人 同時也許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Zoe 各位投資長 大家好 投資長 昨天我們才說啊 萬五億失 哎呦 今天就真的 一天就失去了 對 一天就失去了 我這個意思啦 可是好像標題蠻符合的意思 對啊 不小心說到了 但是過12點之後 我們看到最低點之後啊 尾盤就開始 哎 又急拉上攻 是啊 我覺得投資朋友心情 應該上衝下起 跟坐雲霄飛車一樣 不知道大膜被甩掉 呵呵 但是投資長 我們還是一樣 真的需要你 繼續給我們信心 今天大盤上的走勢 大家還是想知道 我們還可以持續保持樂觀 多頭格局不變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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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要說這些東西呢 對 你去想一件事情 台股在什麼時候突破歷史新高 昨天也有嘛 對 前天也有嘛 對 那今天有沒有 有 有啊 我們 你如果是我始終粉絲 我說過了 我從去年 我就跟你講 台灣股市已經10次了 至少10次 突破歷史新高 突破新高 拉回 然後呢 隨時怎麼樣 隨時我們再突破新高 對啊 有啊 你在怕什麼 你應該開心 好 每一次投資人要辦演講的時候 你有一個好買點可以買 可是你又要難過 因為就是買點 不會買很深 回答一點點 一瞬瞬而已 馬上又再跑上去 又跑上去了 對 所以你是又開心又難過 難過是你買不到很便宜的股票 是 難過是證交所 連證交所董事長都跟你講了 台股本益比適中 對 你有沒有看到本益比適中 來 我是不是說過 我那時候是說10倍本益比的 他就說 你看 這是董事長講的 證交所董事長這很重要 這半官方的一個 董事長喔 是 台股本益比適中 為什麼說適中 所以我那時候是淋淋淋威利 我就舉這個例子 我自己 我大概舉100次這種例子吧 沒錯 10% 以前是 以前如果是 定存是7%的話 對 10%殖利率的股票 你不想看 不會想看 因為你覺得 穩穩的我賺 賺7%的定存就好賺10% 可是現在 定存0.80% 你會想買殖利率3%的股票 沒錯 那 殖利率3%的股票是什麼意思 是33倍的本益比 對 因為1百分之3嘛 對 顛倒呢 3分之100是33倍本益比 對 以前10倍本益比 10%股票是10倍本益比 因為相反就是10倍本益比 你不看 33倍本益比你可能會買 來 殖利率3%代表什麼意思 33倍本益比 那現在本益比多少 22倍 對 會貴嗎 真的都跟許莊瑤說的一模一樣 但是投資長很早之前就跟大家投播 我講幾百次了啦 對啊 我講幾百次了啦 是 我講幾百次了 真的一百次絕對有啦 我舉這種例子一百次絕對有 沒有我下來一局攻 而且我是在8523點的時候 我就開始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9000多點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同朋友我會這樣 不是我玩的臭屁 我會跟你講一件事情喔 這個 這種 報名與否 同朋友我真的完全不去勉強大家 可是我跟你講這次演講爆了 喔 爆了 你知道什麼叫爆了嗎 喔 剛才打電話 剛才瞬間來 來 畫面給我 瞬間就 五六百通 哇 真的是爆掉了 你不相信對不對 沒關係同業了 好 如果同業的 你是做業務的 做研究員的 你歡迎來比較 你會看到怎麼樣 人山人海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我在823點的時候幫助大家 我不敢說我過種一次的 每次讓人家賺錢啦 可是他們都知道 我是盡心盡力 希望你們賺錢 有沒有 我在講一件事喔 你看一般 這不是我的臭屁啦 一般的演講 這樣子已經算多了 我跟你講這次演講 會比這次還多一倍 多一倍 我沒騙你 因為我已經知道報名人數多少了 這幾天還沒開放的時候喔 今天開始開放報名喔 還沒 所以你要 你自己下群 08068085 演講完全免費 不是會員也可以 好不好 完全免費 除非你說 說投資長我不想排隊 因為到時候你一定要排隊進來 因為人太多了 你問到我有VIP保留席 那個才算收費 不然其實95%以上的位置都沒有收費 好不好 這次就是免費 因為我 因為有些人就想要保留VIP席嘛 這次演講人數 會比這次還多一倍 你覺得誇不誇張 這樣能多不多 超多的 這次有人站在 站著你知道嗎 嗯 站著你知道嗎 站很多人啊 這是我沒錯吧 對 這頭上我VIP保 哇啦 這我嘛 看得出來吧 看不出來我沒辦法 放到最大就這樣子 這次是我沒錯吧 更多吧 對啊 這演講人數會更多 比這台多 沒有錯 因為產地比這個還大 那報名人數現在也比他還多 關鍵鏈就多了好幾百人了 這台北廠 台北廠喔 你可能喔 提早個一小時還有位置 台中高雄 你可能提早一小時 你沒位置的 因為台北 台中高雄 我找不到那麼大的產地 對不起 找不到 你還不知道叫我去什麼 什麼小巨蛋那邊 辦什麼簽唱會 他是真的粉絲很多啦 是 老大你在胡扯 我沒有在胡扯 我歡迎你來 可是你不要現場才來喔 現在來的我們 我們拒收 我們拒收 因為人很多了 我們到時候要排位置了 要安排你進來的 為什麼 因為人太多了 你不要以為臨時報名 就一定可以進來 我不一定可以進來 我先跟你講喔 你要完成報名喔 不是頭暖拽喔 頭暖人數就這麼多 我每次跟你講人 粉絲人最多你就不相信 不相信你來見證嘛 沒關係 你可以在會場外面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人多不多 對 準時來 你不得其門而入啦 只要到現場 看到有在排隊的 就知道是演講現場了 同樣 我就跟你講了 因為 我都預告在前面 我都預告在前面 來這個是演講 那你自己要 要不要報名 你自己 你自己參考啦 好不好 你現在可以看 按暫停 然後報名 10868085 好不好 高雄 台中上午 高雄 上午 投資長 我要 我是工程師 我禮拜天要值班 同樣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要值班了 對啊 很多人要值班了 我也在上班啊 然後怎麼樣 你有心 你高雄 你台中 你不能來台北嗎 就有粉絲 就來台北 我都給你看過對話嘛 對不對 對 你有心 你台北 不能來高雄 台中嗎 你兩天都上班嗎 不能請一天假嗎 那個都是 你不想賺錢的理由而已 我是跟你講的 如果到現在 一萬五千點 你還覺得他不是多頭 你還覺得他居高思維 同樣 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你 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你 鄭教授總事長 你跟我講的一樣話啊 所有外資分析師 廢的主席 跟我講一模一樣的話啊 對 本益比看起來相對高 可是考從 如果從倪利利利來看的話 本益比一定都不高 市中 對 這是廢的主席講的話 我跟你講意思喔 廢的主席是想講 你講市中是 是鄭教授總事長 我講的是廢的主席 全世界最有影響力 資金方面最有影響力的 廢的主席 美國廢的主席 前者是不是這樣講 上個月說的 上個月說的啊 說這個本益比看起來好像比較高 可是如果你從無風險利率 你就淋利利利來看的話 他的本益比一點都不高 講這句話讓你看美股每年噴 可是這句話講多久 我講半年耶 對啊 我看你好激動喔 我覺得我看 我的臉型好像有點像 講話像菜頭一樣 就講多久 你幹嘛笑我沒開開心 朋友 你還知道菜頭是誰那不錯啊 你年紀也蠻大 我講多久 講多久 你在幹嘛 你還在想菜頭 好回來回來 好回來 我講多久 沛逗主席上個月講啊 我講了快半年一年啦 半年約我823點 我怎麼押身家 為什麼請你押身家 朋友 我不是小老師耶 我講話是要負責任 你知道我是要被人家叫一輩子的耶 823點叫你要解定存 多少人罵我 像多少人的謝謝我 像多少人的謝謝我 朋友我一直要跟你講 那是廢德主席 那時候講的 靈略威力嘛 對 現在也跟你講啦 說本益比22倍 可是你殖利率3%來看的話 本益比22倍不貴啊 為什麼 因為本益比跟殖利率是相反啊 沒錯 殖利率3%是相反 33倍本益比啊 啊你像22倍本益比怎麼會貴 怎麼會貴 啊知道嗎 所以 你去想想看 那你要找個分析師 我一切的一切 預告的前面 這個東西是不是講一樣 都想講的啊 你國際市場相較 有序益啊 喂 長成這樣還跟你講 適中耶 所以你怎麼會覺得 頭長我覺得貴 你們都不相信專業人士講的話 那你怎麼賺錢 醫生叫你不要吃這個藥 叫你吃那個藥 你偏偏覺得我要民俗療法 你怎麼治療你的癌症 我總以為是 同朋友相信專業好不好 我每天花那麼多十幾個小時時間 就這麼簡單 就是靈力與威力會改變你的選擇 你還搞不清楚你怎麼做股票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知道啦 現在心癢癢啦 沒關係我自己演講我會送你 我認為是史上最標的標股 那你知道什麼是史上最標的標股嗎 你眼睛真大啊你知道什麼 大家都很想知道喔 因為真是報名人數太多了 對 報名人數一多 那每人買一張那個太恐怖啦 嗯 這也是我這一次的 我跟你講喔 我再講一次喔 我的郭忠祐人數 研究人數是一直累積的 對 那一直累積的是 以前是這樣子 這樣算多啦 這三四百人啦 後來變成這樣六七百人啦 這個不是這邊 後來變這個 六七百人啦 一場七八百人啦 像一場可能快一千人啦 我們不知道多少人啦 反正很多人啦 那我問你喔 人那麼多 那麼多的期間這樣 瑞瑞問人那麼多的期間這樣 你覺得怎麼樣 會怎麼辦 一人買一張 會不會很恐怖 嗯 很恐怖 那現在人更多 要多幾百人啦 那怎麼辦 會是史上最標的時候啊 所以我覺得我送人會是史上最標 我認為啦 啊你參考啦 啊我好處我是不會故意出貨給你啦 我不會 譬如我不會今天一買 我禮拜一集一買就出貨給你 不屑這種種事 我也不會什麼盤中連線 老是邊講邊拉 然後更能主力配合 我不做這樣子 你幹嘛你也不要打人看 現在還是有些人做這種事情 pers我不想知道什麼 是 不想得罪同業 人在做天杆看 沒錯 人在做天杆看 大家都在找進場的買點 都有在聽你說的話 那今天我有看到我們金銀財收漲2.66% 還有鴻海又再創新高 通常可以帶我們帶大家看這些個股嗎 你不講還好 我先講鴻海 好 好不好 我講鴻海來看一下 鴻海這邊拉起來 接多少?10幾? 106 最高109 那如果有個分析是在這邊 這邊有其他點喔 12月4號 這邊是12月4號 看日期嘛 自己放大 是不是12月4號看到沒 12月4號的時候跟你講說 鴻海如果有第一根 你要追喔 有 你一定覺得這個人胡扯對不對 你覺得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那麼厲害幹嘛當分析師 我跟你講就是我 我很大聲跟你講 我本來就抓到退休了 我可以隨時退休 我做事情 我做的是成就感 你們久了就知道 我盤感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我可以在3月份就知道 2月份就知道瑞德西瑞是解藥了 但是武漢肺炎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好像世紀末的黑死病一樣 3 4 5月份我就跟你講說 疫苗至少好幾種以上 你沒關係沒關係 請你加入我LINE以後 加入Telegram回去看 回去看3月的時候怎麼講 回去看5月的時候 去搜尋疫苗什麼的 你會發現 我好像來自未來 我知道你都覺得我很臭屁 可是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你去想一件事喔 一個人講話那麼臭屁 還有這麼多粉絲喜歡 代表他有料吧 所以你要平心靜氣的聽我講話 好不好 好我跟大家講 來 在1月4號我這邊跟你講 1月4號喔 那時候鴻海多少錢 80幾塊而已啊對不對 對 那一天80塊而已啦 說82.9 今天多少 105對不對 我除一下來 105來看一下 105除以82.9 來 馬上 26% 26% 對 26%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嘛 是 四分之一 好 所以105除以那個 來 105除以82.9 現在105嘛對不對 嗯 再轉了26% 鴻海可以漲26%欸 一個月的時間喔 很夢幻耶 一個月時間喔 12月4號到現在1月6號 那你說有個分析師 如果在這邊跟你買 你一定會胡扯對不對 所以我要讓你看見證 奇蹟的時候 Magic 好 Magic 喔 Magic 我現在 今天一回 一回是菜頭 一回是劉謙 呵呵呵 這幾個大家可能不熟了怎麼辦 都是有年代 都是有年代喔 沒有辦法 最近沒有什麼新的 魔術師我認識 對 好悍言喔怎麼辦 呵呵 喔每次演講我最怕 自責我好喜歡你喔 從國小就看 欸你怎麼知道 在國小啊 之前國中啊 上次 欸你不要講國小 賠賠賠賠賠 幸好沒講幼稚勇 我是多老 單四幾年分析師而已 是 卡擺脫 喔好啦 看見證奇蹟的時候 Magic 來 來看一下喔 這邊喔 這是12月4號對不對 低價股寬噴 有沒有好像每天 低價股是不是寬噴 後來是不是寬噴 你看啊 這是一個閃貨多人賺大錢的時代 有驚嘆問號 那時候講 我回答是對喔 我覺得 你們買什麼有達什麼 你們敢追第一根都賺錢喔 那我跟他說 紅海如果有第一根就賺錢 對 那你一定覺得很固扯對不對 這12月4號沒錯吧 對啊 喔 2萬多的點閱率 我兩個影片有個字幕有個沒字幕 這是有字幕版的 沒字幕版也2萬多 所以一部影片是大概4萬多點閱率 好來來看一下 來我按喔 這是12月4號沒錯吧 12月4號 你看我怎麼講紅海喔 那時候84塊喔 那82塊點9喔 5 4 3 2 1 MAGIC 對 這次產股票我知道你們 頭長紅海啦 對喔 紅海如果噴出去第一根 你也要追喔 喔 你看喔 噴出去你要追有沒有講 有沒有講吧 對 那時候還沒漲啊 這邊還沒漲啊 還沒漲啊 對 82.9喔 82.9喔 你們厲害 噴出去第一根你要追喔 嗯 隔天就噴了喔 紅海以前是噴出去一根要休息一陣子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你從 我是一直在反省 我明明面板我看好 你看我一直在反省 我明明知道敢噴第一根 結果我考慮了一下 就沒有買 我相信你有這種心情想法 可是我跟別人不同的是 我會一直反省自己 然後告訴你該怎麼做 你懂嗎 畫面給我 該怎麼做 我一直會一直跟大家自己講 也會跟大家講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我已經跟你講一些暗示的股票 日月光 還有紅海 當噴出去第一根的時候 你不要猶豫 好 你不要猶豫喔 好 你可以自己賺沒關係喔 那你有沒有喜奇筆給他 對 我昨天我昨天我昨天是真的很 他很多人說我很感性 講了很多話 我是講內心的話 我說等我賺到錢的時候 我發現我要的是內心的平衡 好 我要是內心平衡 我不是在炫耀炫富 因為你根本有點不知道 其實我對自己要求很高 可是內心平衡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賺太多錢 其實你會覺得說 你應該看的是你沒有 你應該看的是你有東西 如果你又一輩子看你沒有東西 你一輩子都不開心 所以我一直看 我一直看 我讓我很多的粉絲朋友 讓我很多會員朋友賺到錢 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已經勝過我賺錢了 我知道你們可能不能了解那個感覺 我覺得沒關係 可是我希望同志廟 當然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你賺錢更好 因為沒有錢你更多煩惱 你相信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那時候剛才那個影片也跟你講 我說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你看那時候有答第一根 我每一個人說第一根要追 結果有答第一根我不追 所以我改天我說我改過囉 等同海第一根的時候我要追 我剛才那段影片是這樣講 沒錯吧 對啊 對 我就是這樣的分析師 所以你看十年前我跟十年後我 除了皮比較皺以外 我技術是越來越好 我是認真說的 不要點頭點那麼大力 你可以認同一半 好 認同一半 所以認同一半 認同一半是皮皺在一段 不認同 對 技術技巧是越來越好 所以我每天花很多時間反省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每天只好花一小時時間 我突然演技巧 我在跟我自己對話 我在跟我自己對話 其實你知道NBA球員 很多職業籃球 職業籃球球員 他到處他贏的人家技巧都一樣 是心理 是心理特徵 同樣我看到 比如說看到九妹 人家賺到錢也沒開心 他甚至要吃看憂鬱藥 我還比較 我也是有時候會悶 可是我告訴自己 你去擁有 去看你擁有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就不會覺得我悶了 你要求的是內心的平衡 那內心 你做股票也是一樣啊 你要常常去跟自己溝通 為什麼這個標股 我明明可以追到 為什麼不敢買 為什麼我該停損 這邊沒有在做停損點 你要一直反省 人都有錯 股票有時候就要 違反人性的心裡面 除了這次以外 你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一直追股票 所以這是無敵大送分題 史上只有一次了 結果演講你還在考慮 我跟你講 再來100次大多頭 所以是像我這句話 這次演講你沒有來 那時候我823點 那時候漲到1萬1的時候 我講 再來10次823點 你也不會買 一樣意思啊 我那時候有講一句話對不對 有 再來10次啊 所以這次演講你還不來 我跟你講 再來10次823點 你還是不會來 同時還沒有823點啊 誰說的 如果這一兩年漲到 漲到1萬8兩萬點 現在 現在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不是823點嗎 對 不是一個最低點嗎 話都是你在說 你在感覺而已啊 你只會用一個數字感覺 我現在以前8000點 我不敢買 所以1萬5買 所以你會變成賞戶 然後很多人變成分析師 然後很多人會賺得比你多 就這麼簡單 你就不相信政教所董事長講的話 你不相信廢德主席講的話 你不相信台灣粉絲最多 哲哲講的話 那我能怎麼幫你呢 我能怎麼幫你呢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好不好 你去想看你要什麼樣的演講講座 你想清楚趕快報名 因為報名是不等你的 已經很多人在排在你前面了 好不好 已經很多人排在你前面了 好 我都說歡迎你來比較 所以我跟你講是 熱一點覺得很誇張 對啊 跟你講說只要噴出第一根就可以了 是不是 完全說中 很誇張對不對 來畫面給我 再給你看一次 喔 我再看一次 那你 我要自己起 好 播了 播了 直接播了 你看 政策股票我知道你們說 頭長紅海啦 對喔 紅海噴出去 紅海噴出去第一根 你們的喔 嗯 你要追喔 喔 紅海以前噴出去休息一陣子喔 認識有沒有休息 你看 噴出去休息一陣子 後來休息一陣子 再看第二 十月二十二號 再看一次喔 休息一陣子以後你看喔 哪休息的時候我給你選人家 來啊 來看這個走勢 他是一陣子的走勢 你看他這個走勢就這樣子 這邊一直跟你說你要噴出 在這邊行情以後 我那時候是說 紅海斬一根要休息很久 對 那你看這次有沒有休息 他這次沒有休息很久喔 我跟你講你趕快 你真的趕快 你要開始買紅海 你要開始買紅海 今天開始拉拉 你看不出來 你應該開心 你有時間買紅海 你應該開心 他要直接 因為你先冷靜下來 你看 這全部就這樣好 這邊跟你講噴出第一根了 這邊跟你講你要有時間買 這邊多少錢87塊 82塊跟你講87塊跟你講 我連什麼時候要漲 怎麼漲都跟你講 而且那時候我那段我還沒有找出來 肉眼的記憶那段我說要找那個 那個GDR或ADR 找國外的股價 肉眼的記憶那段 現在會做股票你都會看台積電ADR有沒有漲 以前台積電ADR是落後指標 什麼落後指標 是看台積電有沒有漲 台積電ADR有沒有漲 現在不是像是華爾街資金 已經青睞了ADR了 是 這個是我獨家的天賦 他能敢告訴我的 我可以大聲跟你講 8月的時候沒有人跟你講這件東西 我獨家講的 你覺得我講話很臭屁 沒關係你回去看我影片 我是可以認真的 那你看昨天紅海的 紅海的好像GDR吧 我們如果沒記錯 反正紅海的國外的一個純脫平鎮 他就特別強 因為發現國外的資金 在青睞台灣的股市 我就說他 說CNN現在都會找什麼 台灣先生 谷月航 有人說他很準 有人說他不準 畫AF 反正就是像台股很熱 你們都不理我 光紅海這個東西 你就會起雞皮疙瘩 你就會來找我聽演講的 那可是很多人很聰明 好像這樣 演講還要三天 我想明天又賺 所以你可以現在馬上加入行列 再來聽演講講座 把握機會 好不好 好 我盡量你今天參加演講 今天參加會員的 我盡量看可不可以幫你保留位置 不然其實位置 都是要收 如果要保留的話 是要收費的好不好 對 這我跟大家講 盡量喬看看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來 我一切的一切預告前面 我不去4號播馬號泡 那個時候你看你吃喔 我看你演講在哪邊 我看你節目在這邊 12月4號 重播 I個在這邊 那你覺得什麼扯 阿金多少 105 真的很扯 我一切的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我不去4號 我不去馬號泡 光紅黃一檔股票 我畫線給他走 那你覺得呢 你說你還有一段嘛 你說精彩嘛對不對 對 我怕很多人看 越看了 講越多了 大家忍了 阿我跟你講 你如果打來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的服務人員不耐煩 拜託請你援援他們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接幾十通電話 好 我是跟你講 大家將心比心 而且你是免費講座 你不要這樣子 好來 精彩今天193對不對 對 阿今天一度要暫停 拉回去怎麼辦 最好 我最喜歡這種 實窮減乃線 板蛋四中針的股票 什麼意思 今天台股是因為創新高要拉回 可是股票還是收紅 算很強耶 對啊 他是創新高收 創新高拉回收紅耶 你看這副頂喔 他一度要暫停板 就會太比精彩弱 像這種股票其實都被受影響 他都可以再買 尤其精彩 那精彩你看喔 那時候是不是 我是不是說過 12月會不錯 對 11月營銷好像衰退嘛 那怎麼樣 這邊跌下去 我還說這邊要買 是 那時候160幾 170幾 現在193對不對 193對不對 你看一下重播 頭上又重播 是我要刺激你們 誰叫你們都不聽 嘖嘖的話 對 我能怎麼辦 我也很難過啊 我不是要刺激你們 我在那裡見證我實力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精彩喔 有沒有 這一根營收 這一根很醜 營生很醜對不對 嗯 你們不理我 我說台積電概念股就會長 來 5 4 3 2 1 這一根很醜 營收很醜 我跟你講喔 你要買精彩 我認為 這是現在喔 Right now Right here 好不好 好 我已經告訴你 婚號了 好 我就跟你講 好 這個你自己參考啦 不相信也沒辦法 自己贏虧 自己沒辦法 自己贏自付 171塊 這根很醜 可是這邊要買囉 我告訴你這邊要買囉 我告訴你這邊要買囉 那我 因為我還是要告訴你 贏虧要致富啦 不是我在 因為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主管經驗規定我們要的 對 我們是合法的 同學 你不要去相信那些素人啦 你看素人稱之不齊 那是前兩年最恍惱 素人告訴你要存股 存金融股 我快笑死了 我是第一個喔 開始又來罵 存金融股的人 我選他第一個罵 那個講的東西根本沒有營養 你看你現在存金融股有存到嗎 別人在開心 你暗自垂淚 每個動不動台灣50 賺個50% 哇我今年有殖利率2%3% 那些人然後呢 連個分析執照都沒有 然後都不願意合法 合法化來證券投顧公司上班 你覺得這些人你可以相信嗎 證券投資及信討法的顧問法第四條 我歡迎各位去檢舉 因為他只要收費又給你建議 他如果給你收費又給你建議 那就是違法的 所以很多人給你收費又給你建議啊 所以他嘴巴就說 我給你收費喔 我給你改訂閱喔 可是他沒給你建議喔 嘴巴這樣說啊 那管他的還是違法啊 很多人是這樣子已經被檢舉到不行了 所以你看他最後都不敢收費 歡迎檢舉 我本來說我不想說歡迎檢舉 我現在就直接說歡迎檢舉 因為這種實在太誇張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散戶賠很慘 被這些人害 沒有數值不夠 我是很跟大家講的好不好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做 因為你只能 這是特許行業你不能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子 我是跟大家講的 要你就來投顧公司嘛 對啊 你懂我意思嗎 合法的投顧公司嘛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喔 所以分析師 那分析師會不會讓你賺錢 不會啊 可是我們很多嚴謹的事情 雖然有對章那不能秀 那有人說投資啊 有分析秀對章那 那規定是不能秀 有人要秀我不管他 同業的方 同業的事情我倒是不想檢舉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努力的考案分析師了 是 我是說素人這方面 因為現在實在猜測不齊了 你該檢舉要檢舉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我還是以和為貴 不要太誇張 我都是以和為貴 好 所以這精彩一樣 鴻海也是一樣 所以講的很誇張 所以你看 可是我不要只是講漲的股票好不好 我講跌的股票 那狀況怎麼看 一天漲一天跌 我也是覺得頭很痛 可是就要精彩以後 你有時候要有耐心好不好 你有時候要耐心 大多的行情都是一樣的 到最後都有機會展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有人問說 投資長宣德 因為真的 那你一定沒有看我股市福利社 宣德 我覺得上面壓力重重 而且本益比過高了 福利社那時候 所有分析師都說不看好 是 那種尊重 所以福利社很重要 為什麼福利社很重要 因為其實 肉眼你有沒有看到這句話 他說 台股今年牛年三立多 為什麼 外資會回來買股 對 他說的利多是一模一樣 他說為什麼外資會買台股 因為外資四度喔 碰上國際重大 就是有四年喔 是不是四度 它其實是四年 碰上重大國際震驚世界 會賣超台股千億以上 是 結果股票市值比 反而逐年提高 為什麼 因為賣了以後 反而買回來 賣了以後反而買回來 福利社有沒有講 有 福利社講兩次了 嗯 所以 畫面給我 我現在的福利社 我點餘率是 動輒兩三萬以上 我很開心 我超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我努力有代價 這就是我說的 有些事情比賺錢還重要 但是你還沒賺到錢之前 我拜託各位你先賺到錢 因為沒有錢 你更多煩惱 你相信我的話 好好好 這些事情我都經歷過 我拍手起家 我都經歷過 好 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一切也講 我盡量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只是這樣 可是不論你有沒有賺到錢 或沒賺到錢的時候 你都要追求內心平衡 告訴自己要的是什麼 要什麼 然後珍惜自己所有的 沒有100分的答案 各位朋友 真的沒有100分的答案 好 我常常也這樣跟我自己這樣講 好 一樣 所以福利社 這我看到我真的 我好開心 我們福利社預測是成功的 所以你要訂閱我農藥華爾街 也要訂閱什麼 瘋狂股市福利社 尤其是東森產業的投資廟 我不知道我能賠你們多久 可是我希望你們好好的怎麼樣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個人頻道 是農藥華爾街 是郭總農分析師 跟瘋狂股市福利社 兩個頻道 按YouTube 在YouTube裡面訂閱 好不好 好 這有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外資要卡位 所以我回來 所以外資要回來 去年外資賣了5000多億 比台灣股市還突破歷史新高 你覺得今年外資回來 台股不會漲嗎 你沒卡擺脫 你就是用感覺 一萬5000點了 做股票就知道 好貴了 所以我不想買 你的貴什麼東西 你的貴是什麼東西 是因為一萬5000點比8000點貴 你一輩子都不會賺到錢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股市貴 是因為一萬5000點比8000點貴 比8000點貴 那你一輩子賺不了錢 我可以大膽跟你講 你在投資方面沒有賺到錢 你這樣覺得貴 是因為一萬5000點比8000點貴 你投資方面也沒有賺到錢 我沒有特別針對同業 同業們其實很多 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以和為貴 我都對素人比較生氣以外 其實我沒有 那一樣喔 星星 星星點燈 既然今天 之前說 那個月燒月萬嘛 因為火月燒月萬 今天被蹭火打劫 哈哈 來畫面給我 畫面給我 星星今天走勢圖 我覺得還OK 為什麼我就來問 你看啊 平常知道創新高 所以我說 你現在你要找一些股票 找什麼股票 澡盤很強 因為大盤下沙怎麼樣 我沙下來過個股 所以星星可以考慮 那澡盤很強 因為大盤下沙 可是還是很強的股票呢 那金彩就會噴了 會噴得比星星還快 好 我就跟你講 好不好 我這一兩天還是有買星星 啊 說說 買星材 星星有沒有買 不告訴你 不能每天講 可是演講我有時候 我會不小心講很多秘密喔 我還是講一次 我在演講送什麼股票 送那個股票 茂迪 茂迪嘛 台北廠送的 對 那個這個沒有造假的 等一下 茂迪 再來呢 還有奇蹟 奇蹟是北周南都送喔 年展三天喔 年展七天 你記得我的股票 你要就隔天就買 要就不要買 好不好 好 依然送的 啊 這個呢 這個是管定 管定台北廠很多送的 最多還可以賺到七十percent 誇張喔 那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次演講人很多 因為我之前五虎啊 昨天不是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編我嗎 說五虎 我跟哲哲對坐五虎賺大錢耶 跟著我對坐 都畢業了啦 我跟你講 你去年跟我這個 你這十年 一直跟我對坐 你都畢業了啦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的 我在股市中 我是賺大錢 菜單分析師的 你有沒有搞清楚一件事情 你跟我對坐要幹嘛 你搞不清楚 我的邏輯跟人家不同 你也不適合股市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我不是要臭屁 我不是要臭屁 你要了解 就像你一個很 見數很高超的五虎 應該知道對方是強還是弱吧 我這樣說沒錯吧 沒錯 你搞不清楚我是強還是弱 那你根本不適合股市 不要跟我對坐 拜託我是認真跟你講 問你好 十月五號的時候 我那時候 雙紅沒有強 雙紅沒有強 反正他讓你賠錢 可是你看 萬潤跟副頂 關於萬潤跟副頂就夠了 萬潤跟副頂50% 萬潤到最高獲率可以到47% 那時候送人 誇不誇張 到現在 對不對 那副頂呢 送人到現在64% 對啊 所以這些人都會來我演講 因為他知道我演講 送的股票更標 為什麼 同朋友 你現在只打個電話來鎖起資料 甚至資料是我要親自到現場 我要到高雄給你 你覺得我送的標股不會標嗎 我又不是白痴 我都親自來現場了 我不給你最好的 我不給你講那些 在節目上不能講的秘密 我不是傻瓜 節目上不能講的秘密 我在演講通通要講啊 不然我幹嘛下去高雄台中 跟你親自見面 他們有你的東西是吧 所以很多股票是這樣子 所以我再給你結論一次 來 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股市 創一個萬五爆大量 你要不要緊張 我跟你講一個真實 你就不用緊張了 之前有一個爆大量 這邊 所以說是在14823點一樣啊 1400有沒有看到 對 爆大量啊 爆4000億啊 現在是爆4000億啊 那這邊爆大量 你有什麼要怕的 你不用怕 資金行情 資金行情才是決定一切 所以這一次演講座 你一定要把握住 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一切 我是預告前面 高雄台中台北 歡迎來電 洽訓 免付費電話 08066 8085 080來來 8085 朋友你要趕快報名 我跟你講 你如果準時來 我保證你們位置 所以你要提早來 這次演講 你一定是看過 史上最多人的 演講座 分析師來說的話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 我預告前面 想看你要承分析師 1085了解更多资讯 荣耀华尔街我们明天见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